大大的笑容 掛在每個獲獎者的臉上 總統蔡英文也在卸任前 再次親自到場 祝賀第二十三屆國家文藝獎 四位得主 演藝生涯超過一甲子 小咪陳鳳貴是傳統戲曲界的重要人物 獲得獎項格外開心 不過長年以社會學政治身分認同 為創作主題的視覺藝術家梅丁眼 對於國家文藝獎下了新註解 深耕紀錄片的導演劉松作品無數 但站在鏡頭前仍是不習慣 我的工作其實是讓我可以躲在鏡頭的後面 其實我還滿享受這個幕後工作的 至於文學類得主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 雖然心愛的貓咪沒有來 但家人陪伴 遠從藍語一起來參加贈獎典禮 所以得到國家文藝獎 台灣研究文學也被認同了 也被認識了 我的海洋文學也被看到了 四位獲獎者用旺盛的熱誠與生命力 在各自領域中無盡探尋藝術以及美學的可能 靜新文張志勤卓煥軍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